太太太太后 倒也不必行如此大礼 顾娇今天来给顾眼复诊 突然听见了一声极为痛苦的声音 那声音又小又远 一般人绝对听不见 可顾娇前世的训练中就有一项听音变味 她要在数百种声音的干扰下 准备辨认出对方的呼吸声 当顾娇来到侯夫人的屋子时 看到她面色发青 印堂发黑 气息十分微弱 顾娇来不及多想 拿出药箱 用一根特殊材质的输液管 从侯夫人的鼻腔插进了侯夫人的胃里 为了加快速度 顾娇不停地捏捕叶带 你是谁 你在对夫人做什么 来人啦 有人要谋害夫人 顾侯爷一眼看见 顾娇拿着奇怪的东西 灌进侯夫人的鼻子里 侯夫人的脸色是发青发黑 一副中了毒的样子 顿时怒气冲天 你给我住手 不想趴死 就给我让开 顾侯爷被她的眼神与杀气震住了 夫人怎么中了乌头之毒 万幸侯爷让这位小药童 及时被夫人催吐 否则夫人就没命了 真是没想到 灰春堂一个小小的药童 竟都如此厉害 后面的话 顾侯爷就没听进去了 他满脑子都是 方才他打顾胶的那一棍子 那棍子他不说用了石成力道 却也有八成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孩子呢 我的孩子在哪里 他方才来过 就在这里 你先别激动 听我把话说完 他很好 我已经找到他了 等你把病养好了 我就带你去见他 我已经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只是今天天色太晚了 你过去也是打搅他歇息 我答应你明早一早就去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是不是你并不想认回那孩子 没有的是 你不要多想 他是我的亲骨肉 我怎么可能不想认回他 只是 已经错了一次 我不想再错第二次 我是想等拿到他的血 与雅儿的融合过后 才告诉你 不过雅儿与他相处得极好 我想 如果不是血脉相连 雅儿不会那么喜欢呢 雅儿是不是也见过他了 是 他就是回春堂的那个小妖童 小金空在家没事养了七只小鸡 每一只都肥嘟嘟的 他还给他们取了名字 从一到七 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辨认他们的 而且他的小鸡居然还能有队形 小七 不能插队哦 娇娇 小七他不吃东西 他是不是生病了 早说了你不会养鸡 看吧 你要把他养死了 我没有 小七不会死的 我会好好养他的 给我看看 小金空委屈巴巴的 他嘴上说着自信的话 眼眶却有些红了 他吃饱了 吃不下了 啊 小七 你是不是又抢食了 娇娇 你的脸色这么难看 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没生病 确实没生病 应当是受了点伤 疼是疼的 只不过这种疼痛他前世早习惯了 他根本没放在心上 他忘了这副身体本身的底子够呛 又哪里挨得住一个武将的一点 娇娇 小六郎探出手 摸了摸顾娇的额头 一片滚烫 大半夜不睡觉 想张我便宜啊 不是 我是 不许占太多 顾娇含糊不清地说完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小六郎为顾娇涂完药 打算回屋 却不小心踢到了一个东西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小六郎神色复杂地 看了熟睡的顾娇一眼 再看看这稀奇古怪的箱子 你的身上究竟藏着多少遍 等了一整晚的遥逝 迫不及待地让顾侯爷带他来的村子 小净空认识侯夫人 因为他总是去寺庙上乡 也认识顾侯爷 因为他下令把他和顾娇抓走的 你是主 你也是被他抓了吗 我记得你 你是庙里的小师傅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净空 我现在不是小师傅了 我下山了 我来找娇娇 娇娇在家吗 你也认识娇娇呀 可是今天他生病了 你一定不要吵到他 侯夫人满含激动地进了屋 小净空却拦住了顾侯爷 你不能进 为什么呀 娇娇又没答应让你进 有本事你去问一遍 我就不信他会反对 娇娇 大坏蛋要来看你 你要见他吗 娇娇拒绝你了 小净空为了不让某人擅闯 直接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 虎视眈眈地看着顾侯爷 顾侯爷很生气 但是也没有办法 小净空 这是谁呀 是个大坏蛋 顾娇的现状 顾侯爷是打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不仅知道他领养了一个小和尚 还知道他捡了个瘸子相公 另外还有为来投奔他俩的姑婆 自己都穷成这样的 咋还老往家里捡人呢 自己几斤几两 心里没点数吗 想到这里 顾侯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不过 当老太太走得近了 他看清对方的容貌时 太太太太后 倒也不必行如此大礼 是来找娇娇的 你施主已经进去了 我在这里守着 不让他进去 顾侯爷抬起头又认真地看了下 又觉得这个戴着老村腹头巾 穿着乡下人衣裳的老太太 除了容貌有点像 没有半点太厚的气场 侯爷 你说娇娇脸上的红斑是怎么回事 她是生病了吗 没有生病 那家人说是天生的 从寺庙回来就有了 小事没这么明显 月大那块胎记也长开了 不对 女儿刚出生时 我看过一眼 与普通孩子没区别 如果真有一块胎记 我不会不记得 不会又弄错了吧 我能确定娇娇是我的女儿 只是我不明白 她的脸为何成了这样 当晚接生的吻婆已经去世 下人们也告老还乡了 一时间还真不知上哪找那晚的人去 不对 还有一个人见过娇娇 谁呢 方丈 寺庙的方丈 二位施主说什么 那个脸上有胎记的姑娘 才是侯府千金 是的 方丈应当见过她 她来庙里找过你两次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住持方丈 汗颜的把事件交代了 昭国的大户千金出生时 都会让吻婆点上手工纱 侯夫人身边的下人 当时也这般交代了吻婆 可乡下又没人点这个 吻婆没那个技术 又不好说自己不会 怕拿不到银子 于是找上了住持方丈 住持方丈若是清醒了就不会答应了 天生他被那不着调的师弟忽悠着 喝了一口梨花酿 一口就给他灌醉了 他说 他没点过手工纱 吻婆说 可您给庙里的和尚点过戒八呀 这不差不多吗 最糊涂的方丈 感觉吻婆说的好有道理 于是他就去了 于是他就手抖了 贫僧就一直以为自己是做了一场梦 那徐氏呢 他难道没发现孩子的脸上多了什么东西 徐施主 生产时昏迷了 第二天才醒 贫僧斗胆猜测 他看到孩子时 孩子大概已经报错了 虽然已不能找吻婆求证 但姚氏与侯爷不难猜测当时的情况 孩子的手工纱点在了脸上 吻婆知道出大事了 连夜寻借口下了山 而侯府的下人来报孩子时 看见顾娇脸上有一块红色胎记 顾锦鱼的脸上是没有东西的 他们理所当然的把顾锦鱼 当成了侯爷的孩子